这个问题是这样啦 陈玉珍在内部的群组 这个发生的时间点到底是什么 是这几天吗 还是有一段时间了 第二个 韩院长至少在媒体的形象上 还有包括主持议会上 算中立非常的中性 没有偏袒 包括上上礼拜 原先在咨询的时候 甚至立法院开空窗 包括罗明才 包括民进党的那个谁 民党几个立委 咨询没有到 他点名三次就修会 这个议题老实讲 你说韩国有错吗 没有啊 他都照着一式规则 那为什么国民党团内部 对他有意见 是真的有人有意见 还是说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这个先问一下 上工上老道吧 你觉得韩院长到目前的表现怎么样 那党团内部是真的有意见吗 党团内部我们先说一下 谁要借周恩来修理韩国瑜 这个才是重点嘛 你每次都讲到最核心 要嘛你就讲出来 你不要欲言又止 当初对于要召开临时会的时候 临时会这个致辞周恩来有意见 那谁对周恩来有意见吗 当然最清楚的一件事嘛 我问一下 你也跑过立法院了 我问你一下 我很久了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开专案会议找周恩来 这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问周恩来有没有违宪 周恩来是大法官嘛 以前秘书长没有 没有上台背询过 有啦 预算啦 预算啦 一般不会像这样子 就问一句最白一点的话 幕僚长就依法行政 他只能讲现行法规 不然你要叫他讲什么 修法是立法委员的职权 你叫秘书长指导立委 如何修法吗 当然不行啦 对嘛 那为什么要找周恩来来嘛 那个中案会议就已经很荒谬了嘛 那到底谁叫吴宗献 排的 排周恩来来嘛 对不对 你讲啊 能叫吴宗献排的 就三掌大家去点名嘛 一定不是西瓜啦 好那问题就在于说 你叫周恩来讲什么 周恩来讲的话 其实他就说了嘛 反正就是说你用语跟宪法不同嘛 怎么样怎么样嘛 那当然大家听起来就说 这是已经很科技啦 用词跟宪法不同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暗示有点违宪的味道嘛 对不对 那你要叫周恩来讲什么 周恩来那一天其实讲话 大家都觉得他吞吞吐吐 他试两拨千斤啊 他当然不能说啊 他说违宪得罪国民党 他说不违宪得罪民进党 有讲跟没讲差不多啦 对啊对啊 那为什么要找他来 那到底什么 你看那个陈玉珍自己说嘛 一字不差嘛 周恩来扯后腿 周恩来扯什么后腿 不要讲这句话中了 周恩来扯什么后腿嘛 讲给我听嘛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 套一句韩国瑜私底下 跟人家散布讲的一句话 他点到国民党背后 某某人在背后搞他 韩国瑜私底下跟人家在散布的时候 也讲过这句话啊 喂 这是真心讲了吗 蛤 还是真的有人在搞他 我 当然真的有人在搞他啊 我猜一定是你 我怎么会搞他国民党团 蛤 不是我啊 你要讲你就讲出来哦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啦 就是说陈玉珍可能是一个情绪的 在里面的表达 但是很多人去翻群组过程当中 并没有什么人对韩国瑜 在群组里面真的是表达强烈不满 没有啊 并没有啊 是 并没有啊 昨天 昨天那个谁 柯智恩还在我面前 柯智恩有出来翻 都没有啊 都没有啊 他还在滑给我看嘛 他还在滑给我看嘛 那为什么陈玉珍会出来 他甚至出来受访还出来证实 然后你看嘛 周万来嘛 他还是讲周万来 周万来啦 他还是不敢点 他讲周万来嘛 我讲一句白一点的话 现在韩国瑜的声量 满意度 都比这些立委高 不满意度比国民党立委低 就算有人不满 现在敢出来骂韩国瑜吗 我相信没有人敢吧 那你来看 过去王金平担任立法院长的时候 他并没有跟国民党切割 韩国瑜有切割吗 韩国瑜他也是有出席 国民党党团大会啊 那个共事营嘛 对 他是有参加啊 所以他这算切割吗 他8号去哪里 他8号去哪里 4月8号 他8号去哪里 我哪知道 8号在麦聊浮选 对啊 徐智豪跟那个 无党籍的那个叫什么 这个我们下一趟 不是 我问你啊 那他去帮 是帮国民党浮选 还是帮其他党浮选 国民党啊 有切割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党内对那一切 我觉得这个是发牢骚还是说神经打劫了 我觉得是有一点牢骚 那个牢骚呢 并不代表说对韩国瑜产生极度不满啦 牢骚归牢骚 有时候我对你的表现并没有什么不满 但我偶尔也会对你发一下牢骚啊 对不对 那我就说你看 李明贤主持节目还不错 但是我要发牢骚 为什么每次叫我讲这么多 我也会有一点牢骚啊 但是我有说不满吗 没有啊 你的通告费还是一样没有比较多 对啊 你可以发牢骚 所以成本效益很低啊 好你这可以跟制作人发牢骚 所以不是 所以他只是在制造正量而已 我只是举个例而已嘛 这并不代表说极度不满嘛 而且再说一句白一点的话 你注意看民进党现在对韩国瑜 民进党对韩国瑜的态度 从之前当院长到现在 你说现阶段对民进党内 对韩国瑜讲话很酸的啦 或是什么 你没有发现越来越少 很少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也体认到一件事喔 要跟韩国瑜合作 不管是合不合作 只体认一件事喔 未来朝野协商谁组织 看韩国瑜 未来 未来夏慧节还有预算 还有人事同意权 未来三年半都是啊 如果韩的态度 会不会影响到协商的态度 一定会 那就讲一句白一点话 那预算 如果到最后预算 韩国瑜呢 是努力劝大家 这个策案 那个协商一下 还是说 各党团意见不一致 谈不拢 我们就表决 这个案子 我们就交付表决 签你预算还要不要过啊 所以 民进党内有一种声音 就说 如果韩国瑜 没有犯什么大错的话 大家也就 话就少一点 因为这会波及到未来520之后的很多运作 朝野运作 党政运作 你要想一件事 民进党内部都有这种声音呢 你国民党发什么牢骚啊 好 不好意思 委员我是李明贤 我们现在在江明监察院的现场 那我们 我们这一趴要讨论说 在那个国民党团的群组 您对秘书长周万来有一些 有一些抱怨啊 甚至也有媒体报道说 不是说是抱怨 我说是建议啊 您说什么 我说的不是抱怨 是建议 是建议啦 您怎么建议 您觉得秘书长该怎么改善 然后对于立法院长韩国瑜 你认为说哪一些是该建议 我觉得立法院院长 应该要听听他的选民的意见 就是我们 到底对国民党反对政策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行程的方向 有什么想法 应该要听一下 立法院院长 那但是 那个建议文法 可能是说我 他 我说他怎么太中立 没有这回事 是 我说我没有说这些 要这样讲 是 就是 继续中立的 建议自己 你在主理 实意义上 程序必须要中立 是 知道吗 程序要中立 不等于 你不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了解吗 是 那你有提到那个周恩来秘书长扯后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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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我说 那个 因为媒体我刚才引述的 可能就是我们内部的 那个人用群组 上面写的应该都是一致 几乎是一致不差 所以几乎啦 除了标题是错误的 内容是没有什么错 但标题是错的 因为 不是抱怨 但是是建议党团三长 我是在党团会议里的 而党团这个群组 里头跟党团三长 因为我标注党团三长 建议说 他们要去跟韩院长那边沟通 是 就是说 不是讲意识中立的事情 我在想说 对于相关的政策 国民党团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不再说意识的程序 我说是有什么想法的话 应该来听听国民党团的意见 是 那 韩院长 这礼拜也有下去云林浮选嘛 那您觉得韩院长跟国民党团 没有问题啊 您觉得 这个没有问题啊 浮选本来是 他身为国民党团 他的也是义务也是责任 也是他的权利啊 是 那您有当面跟韩院长 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遇到他 没有遇到他啦 OK 没有机会 我再补问一个 刚刚我们在节目讨论的时候 也有媒体 资深媒体的人尚义夫说 您 您不是抱怨啦 是比较在发牢骚啦 这个是不是说 也不是发牢骚 是建议 建议啦 建议啦 所以您是 比较善意的建议就对了啦 那是建议啦 因为我觉得 这个国民党一向被人家诟病 就是在野的时候 大家例子在说 国民党就是 人数多的时候什么案子都过不了 人数少的时候什么案子都挡不了 是 这是资深一直诟病的嘛 你给你再多人联用你也过不了 给你少人 反正你也挡不了 就是说 不管我们在草或是在野 在立法院 好像都国民党的立法院 党团 都被人家认为是一个 没有办法扮演好一个角色 不管你是多数党 还是少数党 那 我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应该要学 我里面要讲 学习民进党 他们长处 就他们 不管是怎么样 他们都有那种穿草鞋的精神 而不是国民党 他们觉得自己是穿皮鞋的 国民党已经在野了 不要他们觉得说 民进党常用一些名词 来压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民进党 压的名词就是正确的 没有这种事情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常常修改很多名词的定义 修改到 我常常怀疑说 我以前学的教育没有错误 然后呢 常常就是 用他们觉得 怎样就是怎样的方式 往前走 他才不管在野的抗议 是 了解 所以我们就是要展现战力就对了 这部分看党团我们再来 当然就是 我们觉得对的价值 我们就往前走 不用想说 民进党可以扣什么帽子 不要担心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维持一个什么 好像给你维持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不然你就像上次 上次就很好啊 你上次跳过就是跳过 你没有来就没有来 对不对 没有什么还要这个 还要什么过期你的这种事情 是 要照规矩展现在野党的战力 那我了解